欢迎收看金灵天下在耶旦节前夕 全球两大贸易走廊 包括巴拉玛运河跟苏伊士运河 却同时的受阻 这让全球的贸易现在是拉紧爆了 甚至也让全球的供应链 可能会因此出现危机 这会不会导致通膨再度升温 甚至影响到消费买气 因为金品我们看到香奈尔的部分 他说接下来恐怕要迎接2024年 这个景气会更加艰难的一个局面 不过巴龙周刊却说 在美国11月份所公布的非农就业的数据 其实是高于预期 而且薪资的增幅也在增加 所以认为美国联准会 如果说明年要大降息 这样的情况恐怕是很难会出现的 另外在中国大陆11月份的CPI 年减的幅度0.5% 比前一个月要增加了0.03个百分点 这也显示说中国现在通缩的压力 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了 而在台股的部分 在过了前高之后 现在陷入了盘整的一个格局 目前现阶段有哪些低基期的转机股 可以封低布局 巴拿马苏伊士运河 现在是同时受阻 那么现在在耶旦节之前 全球运送货物却出现了危机 会不会导致通膨再度升温 全球最主要的贸易廊道 就是巴拿马跟苏伊士运河 根据统计 从亚洲到北美的运输 大概一半以上船只是必定要经过 这两条运河其中之一 我们其实观察到 巴拿运河目前所面临的情况 可以说是从1950年以来 最严重的干害 所以水位降低以后 当然必须要限制 船只通行的数量跟吨位 所以从今年大概7月开始 官方政府其实就针对 通行的船只做出 每日限量的一个政策 以现在来看 大概每天通过 从大概36到38艘 然后已经要降到 逐步看起来是来到22艘左右 明年年初可能还要再调降到18艘 所以你当每天能够通过的船只 已经数量少一半之后 如果再没有经过排队预约的话 可能这个船型通过 等待的时间还要更久 甚至可能拉长到两周以上 整个货物的运输 就会因此受到 塞船塞港的影响 进一步就必须要寻求其他的解决方案 所以现在有一些运输比较急的需求 就必须被迫去选择其他的航线 当然这个其他的航线 势必就会拉长航行的时间 然后增加航行的成本 这个部分其实船商的应知到 因为既然是极箭 所以他就会去调涨 所谓的附加费用 然后再把这个费用转嫁给客户 客户因为他需要运送物品 所以先买单 但是到最后 其实这个涨价的部分 还是会反映在终端产品的价格 所以这个就会反映在 大家正在迎接这个耶旦结旺季 可是一旦碰到运输的供给不足的时候 可能会让运价的走势 会有一点慢慢墊高的压力 如果甚至再恶化下去 变成有一点失控的话 这个当然也会是另外一个 影响到通膨的关键要素 还有我们看到33年前 在1990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小时候 都会看过有一部电影 这个是圣诞应景的电影 叫小鬼当家 还拍了很多系列 当时在戏中的这位主角 小男孩当时他只有8岁 剧情里面就演了 他一个人到大卖场 去买了很多食物 买了一些生活用品 当时其实他总共买了这么多东西 像牛奶 果汁 面包等等 通通加起来大概只花了19.83美元 不到20美元 20块有找 就有媒体算了一下 假如我们现在一样 开出这个采购清单 按照当时的剧情 一模一样的东西 我们也去卖场买一下 在去年的话 大概去年耶旦节 你要花44块钱以上才买得到 到今年你要花72.28美元了 涨这么多 所以比起33年前 足足的暴涨了2.5倍 所以这显然看起来 很多物价真的是回不去 而且这个涨幅 不算出来的话 还真的不知道 真的是非常惊人 远超过想象 这个其实物价的上涨 再加上部分地区 或国家经济的疲软 当然也会冲击到 很多的民生消费 除此之外 可能也超过大家想象的是 大家常常觉得 在金字塔顶端的奢侈品 他们可能比较不受到影响 感觉好像都是有钱在掏腰包支持的 可是继之前的LV 还有Burberry之后 事实上香奈娥也提出了警告了 他甚至认为明年将会是面对 更艰辛的一年 为什么 因为其实香奈娥他们观察发现 当然他们还是有很多 始终的客户 你看这个肥鱼摁得那么大声 我不知道是不是代表 你也是其中 这个始终的客户之一 但是他们发现 他们真的很多大客户消费力很强的 还是不断的大肆采购 可是对于整个精品业来说 你不是只光拥有这些 高消费力的族群就够 还会有一些人 可能在一些特别的时候 他会首购第一次来买 庆祝自己的也许20岁生日 或庆祝自己的第一次升官加薪 或者说庆祝老婆的生日 或结婚纪念日等等 首购的族群 或者是那些偶尔购买的族群 其实也是能够让他们的业绩 保持一定稳定成长的 关键的动能 可是现在这一块市场 快速的不见了 当然只剩下的就是 那些真的是不断的采买 口袋深不见底的 顶级消费族群 这些顶级消费族群 如果我们抓 就是消费力最强的 前两个百分点的这些消费者 金字塔的顶端 其实大家可以撑起 一个奢侈品品牌 大概40%的销售量 很厉害吧 40% 对 这就是2%跟40%之间的关联 可是问题在于就是 剩下的60%还是受到了影响 所以从刚刚所讲的 卖场的东西 便宜的东西也变贵了 奢侈品其实它的一个销售 也受到一些考验 所以巴隆周刊就提到 如果说物价有这样子持续 居高不下的压力 到底美国联准会 有没有在明年大幅度降息 这样的底气 这一个礼拜 我想美国联准会就准备要开会 除此之外 欧洲央行还有英国也都要开会 其实这三大央行 大家目前应该一致的共识都认为 就是不会再升息了 所以其实对于明年利率的走向 现在大家在讨论的 基本上也不是到底会不会降息 而是几月降息 降息几次 从11月美国联准会 开完会议之后的利率点证图的预测来看 明年很可能到年底之前 会降息两次 各一码也就合计降两码 但是如果从利率期货的预测来看的话 明年是可能会降四码 不论是两码或四码 两次或四次 无论如何降息应该已经是 形成市场的共识 但是大家也千万不要把降息 视为是好像股市的大利多 因为如果说真的是采取 连续性的降息 这反倒又是暗示 这个经济可能比预想中的 还要更疲软一些 所以我想其实就如同之前 在讨论升息的议题 未来降息变数还是很多 不过至少从停止升息之后 到第一次降息之前 也就是在今年的7月 停止升息过后 到明年正式降息之前 这段时间应该会是投资股市 相对比较安全的黄金时期 好 现在美国还是要担心 通膨接下来的一个影响 不过在中国大陆 大家比较关心的是通梭的情况 是不是更严重了 他们最近公布的11月的CPI 不只是连降两次 而且降幅还扩大了 对 通膨比较像是 偶然出现了一场噩梦 睡醒了就没事 但是通梭是更可怕 醒不来的噩梦 因为通常我想其实通梭 它可以持续的时间真的是 甚至长达几十年 就像过去的日本 现在这个现象 就很明显发生在中国 其实以中国11月份的 消费者物价指数来看 是年减0.5% 而且创下三年来新低 生产者物价指数也是年减 而且降幅还扩大 那么不管是CPI或PPI 同步的年减跟月减 这个情形在历史上 其实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从数据来看 现在中国的确已经陷入了 通缩的泥造 因为大家整个消费的动能 其实都受到影响 然后经济疲软 失业率的增加 所以现在看到 过去很多以中国市场为重心的 一些品牌业者 陆陆续续的都必须要调整 营育策略了 包括像欧莱亚或亚斯兰大 这些都是全球一线知名的 美妆品牌大厂 这一次在整个中国的 双11的购物节 其实他们也应景大打折扣 打折 打几折 打到骨折了 都没有用 其实打了6折 6折很多对美妆品来讲的话 这个价差就非常非常大 在台湾有时候 8 5折 9折大家都抢烦 对 这表示说其实你会发现 他们已经也不敢在中国市场 摆出过往的那种高姿态 那也希望趁着年底这一波 冲一下全年度的业绩目标 结果都已经打折打到骨折之后 发现促进销售的成效 真的是几乎微乎其微 无济于是 看不出有什么实际上的效果 发现到其实现在因为 也没有办法再给予更大的折浪了 因为其实毕竟品牌 它的各种成本也很高 可是打折显然已经没办法 去刺激消费的欲望了 另外韩国的化妆品的龙头 艾莫莉太平洋 其实在去年以来 它也大幅度的从中国测电 本来它在中国的连锁的门市 大概有800多家 现在官道只剩下大概100多家 所以显然就是目前看起来 就是有准备好要逐步的淡出中国 更直接来看的话 韩国著名的面膜品牌春雨 已经直接在官方网站宣告 就是要结束中国的营运了 直接结束了 对 以前大家都想说 中国有14亿人口 每人买一个口红 或每人买一个面膜 这个商机有多大 但是现在看起来 整个消费力不见之后 其实与其在那边当地 不断的烧钱 其实再大的品牌或再大的公司 这个时间拉长了之后 金额压力其实也是十分的沉重 其实如果化妆品 或者说保养品 大家还可以选择相对平价的产品 来使用 来替换 可是更严重不能替换的是什么 医疗保险的支出 这个其实就会 生涉到整个社会保险 社会安全的机制了 中国的医保 过去20年的费用已经涨了37倍 我们就讲 不要讲那么长 如果从2018年以来 中国医保的基本保费 其实就已经涨了一倍 可是同时间 最需要国家来保障的 像农民跟工人 他们的工资 只小小的涨了24% 所以你的薪水的增加幅度有限 可是你面对这么重要的 医疗保险的支出 却大幅度的增加一倍 当然负担不起 所以大家只好 很无奈被迫的退出保险体系 所以从去年来看 去年2022年的数据 就有高达1900万人退出了医保的体系 那这些 将近2000万人 你想想看 这未来他还是会有生病 还是会需要就医 可是国家政府却没有办法 妥善照顾这些社会的底层 因为政府的债务 其实是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可见是真的还没有钱 才会连医保都退 对 政府没办法去帮忙补这个洞 所以现在中国的社保体系 看起来就是已经有面临要崩溃的危机 另外所以年轻人面临现在 这样子的生存环境 薪资不高 再加上失业率 其实在之前还有公告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是屡创新高 所以年轻人只好去 多找几份兼差的工作 求个温饱 但事实上大家发现 如果说你多找几个工作来兼差的话 加起来这些薪水 可能也没有比正值来差 而且时间能够更弹性 只是说当然这些工作 比较没有那种安稳性 这个其实对长期来看 一个人的 他的一个心理上面的安定感 还是有差 比较不敢 比如说去结婚娶老婆 然后生小孩 另外因为整个社会资安 也会随着经济的变化 受到比较大的考验 会比较容易动荡 所以现在中国也在大局的招收 包括警务人员 还有网格员 这个网格员就是所谓的 在地方去维护一些社会资安的 这样的一个类似安保的人员 那这部分的一个支出 工资 其实加起来 这个一年度就超过八兆人民币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大概税收的四成 都用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治安 中国的失业 中国的通缩问题 都值得我们去做留意 大股翔平 威良 这个稻奇用天价去签下了台 10年7亿美元 竟然是超过台币200亿 真的非常的惊人 不过也有报道说 稻奇签下这个合约是不会后悔的 为什么会这么说 当然我想周末 大家茶余饭后 津津热道的体育界的重磅话题 就是大股翔平 10年7亿美元的合约 好惊人 这个合约首先 其实在国外职业运动员 大家在讲身价 其实首先第一个要看都是 负数年合约的总值 所以就是说 讲了这个7亿金额 它已经打破史上 所有运动员的记录了 没有一个运动员 可以超越大股相比 对 再来 如果我们把它转化为 就是平均的年薪 等于一年是7000万美元 7000万美元单一的年薪 这个也是赢过所有的其他 北美四大职业运动 这些巨星 因为我们讲 北美四大职业运动 包括就是篮球 棒球 曲棍球 还有就是感染球 对 所以以这边来看的话 我觉得很骄傲也很特别 就是以前有很多美国球星 可是没有一个 史上最大合约 竟然是由亚洲人 由日本人拿走 所以代表就是说 大股它不只是说 它的球技被肯定 它的人气 甚至它的颜值 也兼备都被任何 这个合约金额 到底我们如果把它转化为 这个实际上的数字的感觉 或意义是什么 就有媒体说 这个相当于可以来建造 2.5座的东京奇空塔 或2.9座的东京巨蛋 其实我们知道 一年如果7000万美元 差不多是22亿台币 我特别去看了一下 如果把大股翔平是视为 一家上市贵公司放在台湾 我们去年所有台湾上市贵公司 1800多家 有1604家公司的税后净利 一年赚不到20而已 所以大股翔平在台湾 它可以赢过1604家 上市贵公司 好惊人 一个人的收入 这样讲很有感了 对 这个比晴空塔 更有感觉 当然赔钱的生意没人做 这个稻奇队是洛杉矶的球队 洛杉矶当然大成是财力雄厚 可是也不是随便撒钱的 敢投资在大股身上 而且是压10年 这个当然就是看好 现在整个运动的商机 非常庞大 因为其实这几年 像串流平台兴起 有些人现在不看电视了 有些人已经不再进电影院了 可是如果你知道运动赛事的 刺激跟紧张的张力 就是来自于live直播 我当下一定要知道 情况是怎么样 对 所以你不会受到其他的 平台的影响 所以如果再有超人器的球星 其实那个周边商品的销售 然后当然每一场 常常满座的票房 这个将来绝对是可以回收的 所以我想到期这一次 真的是挖了一个超级球星 然后接下来不管是说 对于球队的战机 还有它实质上的商业价值利益 我觉得都是非常大的价值 好 不过我们说到 在体育赛事的部分 明年的重头戏当然就是巴黎奥运 如果巴黎奥运 它当然也会带动一些相关的商机 在台股的部分的话 有哪一些概念股 这个时间您可以先来赶快布局 真的要赶快 因为运动相关的产业 其实它只会有一些短时间 库存去化的问题 可是长远来看 运动的风气是越来越新盛 而且现在很多小朋友 也都想要成为大股第二 所以大家会开始去买球鞋 买球衣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库存的问题 其实就往年的一个经验来讲话 景气从高峰往下去化库存 大概需要4G到5G的时间 所以从2022年第三第四季开始 库存去化到现在 我想这个利空已经告一个段落 库存见底了 第二个其实在这两年来 我们看到国际品牌 在调整供应链上面 它也有新的策略方案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以前大家可能会分散 很多的供应链 可是因为碰到疫情的期间 库存堆积如山之后 现在他们这些品牌商 像Nike Lulu Nemo 下到了 所以未来他们用更多的短单 来取代长单 你要因应这种短单 就下单立刻开始生产 这个其实你的生产的 即时弹性能力要很强 大厂才做得到 况且其实在不景气的时候 很多小厂因为财务危机 也陆续的倒闭 关厂 退出这个市场 所以简单来讲 现在品牌商是在缩减 他们的供应链 会让大者越大 强者越强 这就有利于我们国内这些 代工厂 供应链的厂商 其实都是相对是很大 而且跟品牌厂合作很久 所以从纺织当中 包括如虹 巨洋 还有像智协当中的风泰百合等等 还有像健身器材 我觉得经过了去年到现在 大概业绩一段低迷的时期 过去之后 明年开始应该股价都有机会 重新迎来多头的格局 建议大家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营收已经开始转为正成长 而且有法人布局的话 你就可以优先考虑 则优则低布局